中共十九屆六中全会后公开第三份历史决议 并且会议公报罕见提到港台 虽然涉及台湾的部分只有四句话 但外界关注这次中共六中全会后 对未来两岸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从过去两年 包括中国国内自己的变化 还有它的对台政策 还有它的国际行为 大概已经毫无疑义的可以去认定 对台湾无论是在军事上 或在政治上 或是对台湾内部的渗透上面 都会这个力道就会越来越大 不过香港进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 前助理教授黄伟国 认为公报谈及台湾的手法 大多为口号式 与港澳部分做比较时 反而暴露了中共 在处理对台问题上的不足 或可以说是失败的地方 至于中共是否可能使用武力 达成中共所谓的统一 台湾学者认为 中共目前对于使用武力统一台湾 没有信心 而针对中共这次六中全会高调吹捧毛泽东 未来中国社会是否变得更加左倾 台师大正言所教授范世平认为 未来中国的确是有可能走向毛泽东化这样的道路 这将使两岸差距越来越大 我觉得就是两岸的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大 我们就是要 要这个有对中共的这种 可能的作为要有所因应吧 对 但我觉得就是说 基本上它现在整个社会往这边走 两岸在社会层面的这种对立会越来越严重 那我觉得台湾第一不挑衅 但是我们也不畏惧 就是去面对未来的挑战 中共公报老调重弹 坚持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 以及所谓反台独 对此中华民国陆委会声明表示 台湾反对且无惧北京当局恫吓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民主自由 绝不会接受中共设定的政治框架 及未来发展路径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黄雁玲 台湾台北报道